这一路来的旅程都是不简单 是 然后呢 而且呢 就是说 在BE啦 然后呢 每一个人都认识你 因为呢 就是以前你的 就是你的故事很 就是很inspire到很多人 然后呢 就是说 以前就是有架Grab来 抚养四个孩子 长大的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那个旅程的时候 那个时 那个时候 是怎样挨过来的 怎样挨过来啊 我现在看回去啊 我也是会很佩服我自己一下 因为那时候 那时候 因为有时候在当下的时候啊 你没有感觉的 你就知道一直要做 一直要做 一直要做 没有去想 没有时间去negative 就是说一直要做 一直要做 你看旅程都是没有让你时间想 让你没有时间去想 旅程很辛苦啊 早上要这么早起来啊 晚上这么迟回啊 才做那么45千块 然后你一天的记录啦 最高是多少个小时那时候 我的记录啊 因为我中间有停的 我通常都是早上六点 早上六点 我六点一定出门的 六点哦 然后早上的十点回家 那边四个小时了 然后我三点开始了 然后晚上 晚上的十点又再回家了 所以你不怕吗 那时候那个心情就是说 怕的人会载到坏人啊 什么这样子 你不会怕吗 刚开始的时候是会怕 可是 最后 会忘记掉这种恐惧 因为你要的是钱 没有钱跟怕 对 没有钱跟怕 然后你会忘记掉这个恐惧 怕的时候就是那一段 早上六点一开车的 我最怕的就是第一个顾客 天还黑 天还黑 可是那时候是往往 载到最多外老的 反而 对 田融就说 这一路走来 就说 什么就是让你那么坚持 那么坚持 就说什么辛苦你都不怕 这一路走来 因为讲真的 我们都是单亲妈妈 就是很 就是说 就是真的不是简单 因为我们是一个人 要做两个人的工作 然后呢 是什么东西 就是 让你那么坚持 尤其你有四个孩子 那什么东西 弄到你这样坚持 挨下去 首先呢 第一个呢 就是肯定是 我的四个孩子 我一定要让他们 过好生活 其实我也可以 有时候我想回去 我可以不用 也可以不用 一定要让他们 过好生活的 普通的 普通的 住一间 我也不用说 一定要租一间 两层楼的屋子 给他们 我可以租一间 flag给他们住的 几百块一个月 然后随便读政府学校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可是我觉得 我过不了那一关 然后那时候 怎样挨 当然就是因为四个孩子 最主要就是 那一份收入一定要 然后这样 是因为逼不得已了 当你要找一个 好的平台的时候 你也是要有一个 基本的收入 所以我就心想 最不会绑身的 就是价格 一直有 可是不是 反而他很绑身 反而绑身 然后就这样挨过来 然后当开始 价格的时候 因为我在价格的时候 我已经有一个 我的mindset里面 我脑里面已经有想 这个不是我常眼要的东西 我不可以跌下去 这个陷阱的 因为我有看过 我很多朋友 因为我会加gap 通常一定是有 我朋友介绍 我去加gap的 他们真的跌下去 那个陷阱 因为在加gap的时候 你一开车 那个电话一响 就顾客一上车 一上车 你就有钱了的 他们真的会跌去 那个陷阱 可是我一直跟自己讲 我不可以跌 跌在这个陷阱 我是基本 我是可以挠完 就是这个 是让我基本的生活 就是找那个 基本的生活费先 基本的生活费 然后我要找一个平台的 我真的是要找一个平台的 所以那时候我一直 我的mindset里面 就是一直想要遇到贵人 让我有一个好的平台 你遇到谁啊 你的贵人 我的贵人当然是Mario 他怎么去能够说服你 跟你讲BE是这条路 其实Mario他刚开始跟我讲BE的时候 我不是很接受的 我不是很接受的 然后 可是我看到他的用心 他看到他的用心 然后我刚开始的时候 我也是报这个 应酬式的 应酬式 跟他买了两件 因为那时你讲的 其实你爱美嘛 对对对 我那时候我们的那个发霖 那个contentary有一条 有一双很长的腿 我看到我就 哎呀 也是不是很贵 你看 爱美哦 那时候我加gap才四五千块 然后我因为爱美 我都拿了千多块 这样去买 去买了这一套裤子 然后就 就这样买咯 刚开始的时候 那我买了的时候 虽然我心里是想要找一个机会 可是我又不想 我说哎呀 这个人嘛 我又带 有一点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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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时候 我买了之后 跟他Sign了Member了之后 他走了 我自己真的 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停下脚步来想一想 到底我们要什么 很多人讲 我一直我在找机会 我在找机会 其实不是他们在选机会 这个不能 那个不能 再讲多一次 其实很多人是在选机会 选机会跟找机会是两回事来的 所有的机会 肯定不是你想要的那一份工作 很多人在选机会 是觉得他要找他有兴趣的东西 所有的兴趣都不是机会 我认为 所有可能那些有兴趣的 未必是真正的那个机会 对对对对 然后我就 当他走了 我就真的是 我晚上的时候 夜深冷静的时候 我真的有自己 我有在想 我不是要找机会吗 现在Mario介绍这个机会给我 为什么我又不要 如果这个机会我不要 我自己有问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自己要自问自己 我有什么条件 还有什么机会 我会有条件的 就外面有很多 就好像比如说 如果真的有一个人来叫我 合股做生意我有钱吗 我没有 然后所有那些要的条件 我都没有 文凭啊收工啊 我都没有 我只有一把嘴 我就是有那一把嘴爸爸了 所以我就想 为什么我不要 为什么我不要 然后那时候我自己想 一直想要找机会 然后那时候我也问我自己 我都自己讲 一直要找机会 我到底要找什么机会 所以这个机会刚好来到了 所以他就来到 不如试一试 不如试一试 当我想要试的时候 我也不是真正去试的 我真的是穿了我的裤子 一个星期 在我身上发生 产生效果的时候 我就真的是去拼了 那是什么效果 那是什么 便秘咯 我便秘其实是 有十多年了 然后就是 真的这件裤子 我最记得的 我2017年9月16号 我穿这件裤 到了现在 我每一天都可以上厕所 所以这个就改变了你的人生 然后你怎么要去突破 要去卖裤子 你怎样突破这样的心情 那时候我又是质问 其实我每天晚上都会问我自己 到了今天我都是会这样 我不会糊涂糊涂这样过一天的 我又是在问 我是在想 机会是可以让你改变生活的 改变生活的什么 肯定它是有一个可观的收入的 有一个可观的收入 然后所有有可观的收入什么 都是从买卖 生意那边来的 然后都是从买卖生意来 今天就算我不要卖裤子 我也是要卖别的东西 也是另外一种的卖东西的方式 所以我就觉得 如果这一条裤子 这个Alola Quotenshi 可以让我改变生活 我有了我人生的第一桶金 再去做我喜欢做的东西 为什么不 不用紧 就是说在这里 如果你找到你的第一桶金之后 你才做你有兴趣的东西 还不值 对啊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一定是有一个过程 是看我卖什么不了 今天就算我做生意 我也是在卖东西 所有的东西都是买卖的 只是看我卖什么吗 卖裤子没有什么 卖底裤也是可以的 然后就是说 当你上RCCA的时候 那一个刹那 然后呢 你的心情是怎么样 我上RCCA的时候 那个心情啊 其实讲真的 讲真的 从我做BE 我做第三个月 我就有第一次的 27千的收入 到我买第一间物质 我买物质的时候 还没有上RCCA 到我买物质 上RCCA 跟我昨天 买了那一辆 我的车 520i的时候 我这几天都一直在想了 如果以我的条件 以我的条件 我每次讲 Fonture没有毕业 我真的没有文凭的 我们以前是SRP SRP的 没有文凭 没有手工 后面没有背景 家里也很普通罢了 我何德何能 在这三年里面 有这么大的转变 真的是没有 所以我的心情 我真的是 我开心是肯定的 那个兴奋是肯定的 你看我女儿 我是觉得 我做的东西 不是只是为自己 我还要做一个榜样 我要做一个榜样 我要做一个榜样 我每次讲的 我们每个人都想 孩子成龙成风 如果我今天 是一个家庭主妇 还是我只是 拿着一份粮 拿着一个两三千块 四五千块的粮 我要 我怎样栽培 我的孩子成龙成风 很多人都是 读书读到很高的 可是你看他们 做的东西都是很 在这边如果得罪到 大家不要 我们只是讲心中话 心中的话 读书读到很高 可是他们拿的那些工钱 都是很普通的 很普通的 可是我也不想我的孩子 我做这个 我做比喻 我这样拼 第一 当然我要过好生活 第二 我要给我的孩子看到 所有的一切 你妈妈做到的 你们也是可以做到的 你们也是可以做到 这个是一个 就是说我们身教 我们的身教来的 我们的身教来的 然后我也是要 给我孩子看到 在这么辛苦的时候 我也是可以安排到 妥妥当当 没有恐惧 当然是有 恐惧是在我自己的心里面 在外表是没有恐惧 然后我可以一步一步 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这个可能是我的本身 我很喜欢去看人家 看自己 再看人家 再看自己 又再把整个过程来看 因为在整个过程的时候 我们自己也有 给人家破人水 给人家笑 他说群修走得好吗 哎呀 一山了 哎呦 你走群修 你哭得到 你这四个小朋友吗 什么什么 讲很多的 可是不会因为这样子 有放弃到家庭 反而家庭更融洽 可是不会啊 我就觉得 我尽量比一反而 我的家庭更好 我的家庭更好 你看我女儿 我女儿从来 不会在镜头里面的 我叫她跟我 拍照啊 Facebook啊 那些 她都很很抗拒的 以前啊 都很抗拒的 昨天我借了那辆车回来 她马上跟我 用她的电话 不过做什么 我都不懂 然后又叫我讲话 又叫我什么 所以她很 所以我看到我孩子 他们的 他们 因为妈妈也是 给他们一个骄傲嘛 然后我的 我的大儿子也是讲 他也是每次跟我讲 他在外面 因为我大儿子 他现在也是出来做工的 他是做 他有他的工作 然后每次好像 他会跟我讲一些故事 回来的时候 他说我每次 我朋友讲 他的工钱多少 做了什么管理 我就会问他 你的工钱多少 然后他们讲出来 然后他们就会讲 你知道我妈妈 一个月收入多少吗 就他们 不是好练 只是他们 妈妈在他们的心目中 其实他觉得 非常为妈妈骄傲 所以 我在这个 其实在这三年里面 我有学到一句话 妈妈不会飞 可是妈妈是超人 妈妈 我要给他们看到 妈妈真的是不会飞的 可是 你妈妈 我是超人 对 然后呢 希望就是 这里如果 有很多孩子 在看住的话 你们要记得 你们的妈妈 或者你们的爸爸 都是 不会飞 但是他们都是 因为我们两个不一样 我们两个都是单亲 所以我们都是 以我们自己 我们都是 什么都要自己扛 妈妈也是我 爸爸也是我 这样 对 所以真的很恭喜 就是 一路来的 那个旅程 然后呢 就是 你所要达到的东西 你都 算是达到了 但以后 有更多的东西来 所以真的是 而且他真的是 其实 其实我要给大家知道 本来今天 我自己想要做一个直播的 可是 我一直想要晚上坐 还是几时坐 那你遇到他 我就直接讲 哎呦不然 我们就一起坐 其实我昨天拿到 这个锁石的时候 来近一点 我昨天拿到 这个锁石的时候 我真的是 我有跟我的上上线 跟我的上线 讲 Donny跟Mario 我说 我很心 我刚开始的时候 我很心痛 我要拿这么多钱 来买这两只 因为 以前 有拳过吗 有辛苦过吗 会怕吗 可是昨天 当我拿了这两只的时候 我跟Donny讲 我真的 真的很 以前你叫我 我怎样拿出来 三年了 我只是用三年了 听清楚 我只是用三年 对 我拿了 可以讲吗 多少钱 我看 不要讲 等一下 我真的是 我可以拿这样的头起来 来买 来买 来买这一辆车 真的是 我真的是很 很开心 所以你看 林彦老师是这样 恭喜 恭喜你 对 所以就真的是很 就是真的 作为一个担心妈妈的榜样 真的是 你为了很多女人 就是找回那个尊严 还有那个 那个骄傲 对 刚开始的时候 真的是为自己 我们都是为自己而活 看自己要什么 可是在BE 我是觉得 本来是自己的格局 是很小的 本来就是要赚取 自己的那一份收入 罢了 可是做了一段时间 BE会让我们的格局变大 当你的格局变大的时候 因为BE是我们要带团队的 我们要有组织的 我们不是 也不是自己做生意的 我们不是 好像传统生意的老板 自己赚多少钱 那些不是 我们都是一个团队的 BE当我走到一段时间的时候 我就觉得自己的格局 会变得越来越大 当初进入的时候 是因为自己的 想要的收入 而加入BE 可是当你下面有人的时候 我做了半年 大概半年多的时候 我就知道 那时候已经不是为自己了 真的是要顾到整个团队了 顾到整个团队 所以在这三年里面 我除了经济上的转变 自己的心中的那个爱 也变大了 然后格局也变大了 当然有时候 我们对下线会有要求 会有要求 我们都讲了 有要求就代表 因为我们要他们做得好 对 因为为什么会有 上线也是对我们 如果今天我的上线 Mario 对我没有要求 一进来就这样 我今天 我真的 我还是一个普通的 就是Mario 也有对我很严格的要求 我才会走到 原始处 高途 我才会走到今天 所以我在比喻处的 让我的经济状况变得好 真的 我不要比了别人 比我周围的人 我觉得我真的很好 很好了 我走出去 我觉得我很自 很欣慰 还有很自豪 对 然后再来我得到的 就是那个格局 看东西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 所以我在这边 其实我很想呼吁大家 我们看的东西 我们做BE 如果你今天要有很 我们要让自己真正的改变 格局真的是要很大 看的东西 不是只是看前面 也不是只是看自己 也不是感受自己的感受 我们要顾到很多 很多方面 OK OK 所以就 怎么说 所以就 观众们 就是真的是要好好听 我们的RCC Aries 前面所写的 所讲的那些话 尤其是自己的格局 要怎么去放大它 然后呢 才会有尽见的这个成就 因为我在 最后一点点我要讲 在BE 我们是会遇到很多事情的 那些很多挑战 很多挑战的 可是当你 站到很高的时候 你的目标很大的时候 那些真的 对我来讲不是问题 没有看到 没有听到 去做就对了 这样 OK OK 好 所以我们两个都是 单亲妈妈 对对 哇 最近好像鼓吹 这个单亲妈妈的 那个 那个风 没有 不是啦 因为我们想要帮到 很多人而已 对对对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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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